國泰航空空服員嘲笑陸客的風波 持續發酵 香港特首開口表示 對事件感到痛心 國泰航空執行長則親自出面 第四度道歉 強調不容許 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在國際間平價不錯的國泰航空 最近爆發歧視乘客的事件 起因是上週日 一架從成都飛往香港的班機上 疑似有錄客要求提供毛毯 但錯加毛毯的英文blanket 說成地毯carpet 三位空解釋後 在休息區不斷拿著件事嘲笑抱怨 內容卻都被聽不下去的乘客 錄了下來 事件曝光後 引發中國網友踏罰 國泰航空24小時內三度發表聲明道歉 後來更直接把射入的三名空服員解雇 但仍無法平息許多人的怒火 紛紛上網描述自己以前搭乘國泰航空 類似的不愉快經驗 連香港特首也說重話指責 有機組人員對內地乘客做出不尊重的言恆 我感到非常痛心 這些不盡的言行 傷害了香港和內地同胞的感情 破壞了香港一貫的尊重 有理共融的文化和價值觀 國泰航空第四度道歉時 由執行長親自出面說中文表達誠意 這場風波在媒體和網路快速發酵 更從語言歧視討論到中港對立 雖然國泰航空再三承諾檢討 但企業形象無論如何已經受到重擊 公視新聞曾惠明便衣